与乐圈内长相好,眼睛好的女明星比比不在话下,可是要想换出名声,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,还要有强大的背景台。 这些女星虽然长得漂亮,却没什么名气,嫁给了一个好老公后,那可是为找资源省了不少事。 孙怡,1993年6月4日出生于吉林省,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,可以说是现在当下最火的小花之一辆。 2013年,孙怡正式以演员身份出道,并于此年出演了古装剧《米月传》,但当时孙怡热度并不高。 但2016年,孙怡出演15年等待后鸟,音长向甜美,笑容灿烂在网上的人气非常的高。 所以,她的条件很不错,念过很多不错的电视。 不过,名气一直不怎么高,当年纪轻轻的她嫁给了董子剑后,一直被很多网友羡慕,并称她是嫁的最好的女星。 两人感情好是真的,经常在微博上发微博互相黑对吧? 性恩爱,虽然大家一直觉得孙怡是嫁给董子剑才幸福的,但是你们知道孙怡的婆婆都多厉害吗? 董子剑的母亲王金花,是北京十八经济文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,也是中国第一代文化经济的人。 经济行业的大姐大,可以说是掌管了半个娱乐圈,怪不得孙怡这么有底气。 而且出道仅四年,资源就这么好,得感谢她有一个好婆婆,同样干得好不如家都好。 女星还有张默熙,她在新戏天机之白蛇传说,这部剧中饰演的仙鹤神助公娘子。 一、喜水蓝色古装造型轻力无双,仙气十足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张默熙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戏本科。 中国内地女演员,毕业后只能接到一些小配角的戏份,出演过几部作品,虽然演技不错,但却很少被人注意,没有太大的反响。 真正开始转运是饰演的电视剧,让生活充满阳光。 在这部剧中,她扮演了吕丽萍的儿媳妇,因剧结缘认识了吕丽萍的儿子张伯宇,从而成为了吕丽萍真正的儿媳妇。 在2014年9月两人结婚时,虽然张伯宇的亲生父亲张峰丽没有到场,来之场婚礼是由张伯宇的继父孙海英主持的,孙海英也是演艺圈中的老前辈了。 这场婚礼排场可谓是十足了,毕竟张默西公公活泼手上的人们不少,在娱乐圈中也有一定的地位,嫁入张家后,也算是有了不错的影视资源,片约不断,戏饭也变得多了起来,营气大增。